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维多利亚开始举行 大家都知道维多利亚是一个特别迷人的小城市 所以这边的很多活动可能都是延续了可能十年以上的了 但是有些朋友可能刚来维多利亚不是特别了解 所以在这里威风影视就想跟大家推荐一下 圣诞节期间维多利亚有一些什么大型的或者是好玩的 有意义的活动 大家都可以去参观或者是去体验一下 第一个就是11月18号到1月2号的第九届姜饼屋展 姜饼屋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熟悉 但是如果有看过圣诞节的一些节目或者是电影的朋友 也许会有一点印象 就是姜饼屋其实是跟小朋友们一起用姜饼来做成一些小房子 和他们一起玩耍 而姜饼呢在圣诞节期间其实就有点像我们春节吃饺子 吃汤圆这么一个感受 所以它是一个特别有圣诞节气息的一个小零食 也是和朋友带着孩子们一起去感受的一个小活动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参加一下这个姜饼屋展 第二个呢是11月15号到明年的1月2号 是最爱的圣诞树的评选 地址呢就是在Bay Center里面 我记得去年我就是去参加过这个活动 这个活动呢不仅仅是好玩看圣诞树 而且它特别有意义 是在于这个圣诞树呢 其实是从不同的组织或者是个人 他们自己打扮一颗圣诞树装饰 然后放在具体的展览厅 供大家去评选 你可以选择你自己最爱的一颗圣诞树 然后捐赠一部分你想要捐赠的款项 而这一部分款项呢 其实是会最终都捐赠给咱们BC省的儿童医院的 所以这个活动啊 我觉得不仅仅是好玩有意思 而且它更有现实的意义 所以我希望朋友们能够有兴趣 可以去参观 也可以去支持一下 第三个呢是12月2号 和圣诞老人一起吃早餐 这个在维多利亚呀 应该是老传统了 有很多的酒店都会举办这样的圣诞节的活动 会邀请到3到12岁的小朋友 去到他们的酒店里和圣诞老人一起品尝各式的早餐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活动 而今年呢最主要的一个地方就是在Oak Bay的Beach Hotel 所以有兴趣的家长或者是朋友们可以带上小朋友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就是11月25号 地点在市中心的内湾 也就是Inner Harbor 这个时候会有乘坐花车的圣诞老人来到市中心 当天呢就会有市长 议员 还有各界企业和个人来到这边 跟着花车一起巡游 狂欢 也为接下来一个月的活动 拉开市幕 所以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当天4点45到8点期间 去到Inner Harbor 感受一下 感谢观看